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7号星期日 习近平赌性比较大 其实从2019年美国中心选举的时候 我就说 但是你也得承认一点 他虽然赌性大 他运气真不错 习近平这人运气挺好的 很多事都看起来对他不利 但是最终发展的变成了对他有利 你包括他上来之后 你看薄熙来 周永康 郭伯兄 徐太后这些人 其实看起来对他是不利的 对他没有什么好处 对吧 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但是这些东西的促使 就是说整个国内国外都觉得 他如果动手稳定政权 好像是应该的 你知道吗 这反而对他造成一个有利的局面 对于海外也是 刚开始其实川普上来 对他极为的不利 但是在跟川普的周全的过程当中 最后让拜登上来了 对吧 就对他来讲 变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事 所以习近平 一个也是他一直在赌 一直在赢 所以导致他的赌隐 这个赌性越来越大 这一次我觉得你不得不承认 习近平又赌赢了 就关于这次疫情 到底怎么处理这个疫情 对吧 你看美国西方国家 基本上都是走的一个 就是说要么就是承认群体免疫 要么就是说不承认 但是实质上是个群体免疫 中国一直是这种严防死守 中国人中国一些就是说大外宣 吹牛逼 就说现在地球上就只剩下一个国家 在跟病途 在奋战了 对不对 当然你这么说也是好听 说不好听的 就是说只剩一个国家 这个赌心眼还在那儿 严防死守了 其实连南韩 南韩刚开始跟我们思路差不多 但是后来慢慢的也都放松了 日本从头就有点像美国和西方靠拢 走的其实就是一个半群体免疫的 这么一个路线 这样子来讲 理论上按理说 这一次应该是习近平应该是输定了 说的很惨 别人都已经开始开放了 美国是10月几号 6号还是8号 反正就彻底开放了 然后开放国界 开放反正所有就开放了 我看连苹果他们也发了通知 说苹果的一些在美国的专卖店 陆陆续续要开始就不再要求戴口罩了 当然他就说看各个州 红州本来管的就不严 就都算了 如果兰州地方上州要求特别严的话 他们也就是说遵循州的要求 但是只要州不要求 他们也就不要求了 就完全就放开了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中国就是放不开 虽然疫苗下去了 疫苗其实现在打了很多 现在号称是超过十几亿人 打了咱们中国国产的疫苗 但是形势其实也非常的不乐观 因为咱们的疫苗 说实话 就是说你传染了之后 可能重症住院死亡的比例减少 但是其实对于防传染这方面 效果真的是不太好 据说就超过50% 所以你看连包括上海的张文宏医生也说 是不是我们开始要开始换一个思路了 是不是应该要想想怎么以病毒共存 当然这也遭到了很多的抨击 按理说就说这次防疫习近平选择的道路是非常错误的 到现在为止来讲可能是有点没办法了 人家都开始了 你现在开始不了 你的经济就是受影响 对吧 这个是肯定的 结果这两天来了 好消息 美国辉瑞药厂新研发了新冠病毒口服药 成年患者在出现病症后 三到五日内服药的话 重症住院或死亡几率可以降低89% 现在已经提交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申请的紧急使用 当然还没有批下来 钢药申请 当然现在还没有申请 但马上就要申请了 他们辉瑞自己的主席 他们可能是首席执行官 自由说是在感恩节之前就会提交 提交之后应该很快就可以过 中国跟辉瑞他们关系还不错 因为你看辉瑞疫苗在中国不也是吗 上海复兴跟辉瑞拿的就是说复辟钛 当然他不愿意承认跟美国买了 偏说是跟德国BioTag BioTag跟辉瑞一家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哪怕通过BioTag跟辉瑞去联系 我想如果钱足够的话 也能够签代理 现在不是说在中国也要造复辟钛 关于复辟钛 最近这段时间来 老有人给我传递一些小段消息 我就不是很熟的人 然后跟我来反复 跟我说说了两三次 就是说复辟钛在中国其实完完全全准备好了 也可以批量制作了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顶到了最上面之后被上面给否决了 说复辟钛就是说 这个朋友我一直没有说什么 我一直没有回应 他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说因为你看你说了两三次了 对不对 你说来说次就你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来 然后你也没有把这个事说得特别清楚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说的我看到了 你要也看到这期 你要有东西 你把东西拿出来 提供一点东西 让我看看 就是说你说的这东西 就是说能够证明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或者说你有什么消息来源 对吧 你能够是不是 因为你陆陆续续说两三次了 我当时也因为说话人多 我天天有时候瞥一眼就过去了 我忘了给你这个留言 而且我推特上私信 它不能发语音 它只能发文字 好像现在是安卓版本的能发语音 苹果版本的发不了语音 发不了语音 我就有时候不愿意说话 你知道吗 所以打字特别累 所以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跟你说一下 你已经反了父母来找了两三次了 最近这一两个月找了两三次 你自己你看看好不好 反过这个意思 好 接着回来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口服药如果真的出现了 如果真的能像他说疗效比较好 效果比较好的话 实际上对于中国 就是说彻底重新开放 也是一个契机 而且现在据我所知 不光是辉瑞 还有其他的药厂 也在出各种这种 就是说类似的药 而且现在药物它的疗效 起作用速度和效果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当然灰热 现在这可能还是最好的 但是能看到大家都在进步 所以你就不得不承认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种特效药最后出来了 那么你说他就又堵 他就这么愣扛过去了 对不对 后面有的可以吹牛逼的了 对不对 说你看我们是真的 严防死守 我们相对来说咱们 咱们也承认 就是说在初期的时候 在武汉的时候 死的人多 武汉是完全没控制 武汉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 走了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的严防死守 说实际上传染率和死亡率 真的都是非常低 在全世界来讲 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是事实 但是就是说问题没解决 对本来我们说问题没解决 最后你还是抵走群体免疫 这些人你躲不掉 这些人该得病得病该死的死 结果特效药出来了 你说这个东西就又被他就扛过来 又被他赌赢了 你看川普那时候你眼瞅就要不行了 结果来了个疫情 来了一个邮寄选票 莫名其妙的就以这个显示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把川普给弄下去了 对不对 你说习近平有时候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真的是 有的时候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气英雄不自由 真的是时来的时候感觉天和地都和他一起在用劲一样 你知道吧 看到之后 这些东西你得服 人家运气好 你不能不服 对不对 而且我们经常讲命运 有的是命 有的是运 对吧 命是什么 就是说你走到路 路这个方向对不对 知道吗 有的人你命 你这个方向不对 你怎么走的都是不行 你知道吗 有的人的命好 就是说我只要朝点努力走 我一定要走到那个方向 运是什么 运就是说 就比如说这条路 对不对 我运气好 我开的法拉利 我速度快 我不能到那 我还很快就要到那 你运气不好 你可能你开一辆破拖拉机 或者你能推独木车 对吧 你速度特别慢 但是你命好 最终你回到那 你只不过就是慢而已 习近平真的就是目前看起来命和运都不错 真的是 命就别提了 这命对不对 这真的就是说天子的命 那就到这了 对不对 命就顶格了 就看运好不好 现在反正看起来运还不错 但是提醒习近平同志一点 这个命就是天定了 运这个东西是随时在变化的 不好说 你不要就是说 好像看起来现在运气比较好 后面屡屡在赌 其实我一直劝 就是说赌性不能太大了 你这么一直赌 你在赌场 你赢赢赢赢赢赢 你把把奥运 把把你跟他拼杀 你看着你赢的是很多 但是你只要输一把就结束了 你懂吧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 一方面的我们也承认运气的确好 另外一方面的也是就是说 思考一下最后别真的 我经常说别跟杨广一样 最后唠一个就是说晚节不保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